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Echo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访问中国 没有如外界广泛预期 宣布正式展开家中自由贸易谈判 杜鲁多周一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后 两人见记者时 只是读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声明 原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也被中方取消 而且中家官员为了加拿大记者拍照一事 出现争执 杜鲁多周二早上对30多名商界领袖说 加拿大和中国仍在考察性的讨论综合贸易协议 杜鲁多周二下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双方团队集中讨论贸易问题 晚上杜鲁多出席国宴 总理办公室告诉加拿大记者 中方决定取消一场预先安排的记者会 坚持两名领袖只是宣读准备好的声明 没有解释原因 李克强首先发言 他开口时房间内气氛冰冷 他说 我们同意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 他几乎没有从文件上抬起眼睛 杜鲁多说加拿大只是有兴趣签署进步协议 且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形式 那是一份进步贸易协议要保护劳工和性别权益 承诺对应气候变化 李克强则明确表示 中国对前两者不感兴趣 他说中国致力气候保护 两人在会晤期间出现一些不愉快场面 中国保安阻拦加新社和总理办公室的摄影记者 在杜鲁多和李克强走过红毯时 保安举过双手和移动身体 隔开记者 一名中国外交官员斥责加拿大使馆外交官 没有带来杜鲁多随行记者的护照 外交官则愤怒反驳 周一夜间杜鲁多终于面对加拿大记者 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白天发生了何事 他说 一份贸易协议不是小事那是大事 加拿大人明白取得正确协议的重要性 我们要保证今天讨论的进展 在今后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 在加拿大职场性骚扰 至今仍让不少人饱受困扰的一种现象 然而有很大的一部分受害人 会因为感觉到无力而选择忍气吞声 今天要讲述的一位华裔女子 惨遭猥琐老板性骚扰四年 终于忍无可忍 把老板告上法庭并获赔三万元 一位姓邱的华裔女子 从汉博学院获得会计证书 2011年7月4日找到了 位于多伦多西面密西沙家市的 一家二手车行的工作 当时车行有五六名员工 除了邱女士外 其他的都是男员工 邱女士没想到 工作中与老板相互熟悉后 老板便开始对她开性玩笑 并用邮件把她自己电脑中的 色情相片传给她 而且性骚扰不断升级 邱女士表示 在2011年的较后时候 老板开始对她进行身体上的骚扰 并多次拉扯她的纹胸带 邱女对老板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 更是一筹莫战 对方则说 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这么做 她也经常拍邱女士的背部 说那只是闹着玩 邱女士曾多次警告对方 她的拍打令她感到疼痛 要她停止 邱女士对她说 不要那样做我不喜欢 但老板提醒她 我是老板 最后有一天 老板又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进行骚扰后 邱女士终于忍无可忍 多年的压抑终于爆发了 邱女士走进老板的办公室 关上门 气愤地叫她停止所有行为 那时才得到了老板的口头同意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 两人间的关系也变了 他们不再讲话 而老板对她的工作 横挑鼻子竖挑眼 如果发现她出错 就大声骂她 还找理由把她开除 邱女士被解雇后 情绪严重受困扰 于是决定告上 安省人权委员会 最终委员会判决 邱女士胜诉 并判罚老板 向她支付三万元 作为补偿她的尊严 感觉和自尊 被受伤的费用 一份新的民调显示 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同在城市里进枪 根据这次由Ecos研究中心 为加通社主持的民调 69%的被调者同意 我认为在市区内应该严禁枪支 这一表述 奎生有高达76%的人赞同 是比例最高的城市 Ecos总裁特别指出 自由党的计划并不是完全进枪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提议完全进枪 鉴于民众广泛支持严控枪支 看来是有可能不仅限于 对现有法律的小修小补而已 可能提出更进一步的控枪要求 加拿大绝大多数犯罪不涉及枪支 但是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数量 有所上升 加拿大统计局上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2012年后 2016年枪击首度成为 最普遍使用的凶杀工具 涉及枪支的凶杀案数量 连续三年上升 统计局的数字还显示 2014年共有587人 使用枪支结束生命 比2013年的544人增多 政府为何不进一步取缔枪支呢 标准的回答是 因为加拿大城市和农村 在枪支管制问题上 存在较大的政治分歧 身处乡野 警力有所不及地区的人 需要使用枪支掠取食物和自卫 Echos民调显示 在城市净枪问题上 无论是哪个党派的支持者 同意的人都占大多数 自称自由党的人中 有86%的人支持净枪 56%的保守党 和75%的新民主党 都支持城市净枪 公共安全部长表示 相关立法工作正在进行 如今的温哥华在世界各项 移居城市评比中都名列前茅 然而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也包括历史原因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甚至说 是50年前的一场低收入市民 对抗高级市政官员的斗争 推动了把温哥华塑造成移居城市 他在报道中说 50年前的这个月 也就是1967年的12月 温哥华市政府 面对低收入人口的抗议活动 放弃了修建一条 通过唐人街 Gatstown和市中心的高速公路计划 而温哥华首席城市规划师 布伦特泰德里安则说 从温哥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 我经常把那件事 称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 当时的城市规划者们 支持建设时髦的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 他们也想将市中心 与郊区和横川加拿大的 高速公路 以及其他重要的城际 高速公路连在一起 但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 实际不对和公众的抗议 最终导致了这项计划的流产 反而在无意中 将温哥华推向了一个 国际公认的最宜居城市 一名温哥华的雇主 从157名员工那儿 盗窃将近300万元工资 却仅被BC省就业监管机构 罚款500元 这些受害雇员 是怀疑商人孙燕公司下的 34家份公司的员工 雇佣标准管理局 已将孙燕起诉 据称孙燕已经挟妻子 逃回中国 该公司所有书面的科技项目 都是庞氏骗局 只是房产投资的幌子 雇佣标准管理局表示 该公司违反了雇佣标准法 并拖欠157名员工的薪资 和投资共约290多万 但孙燕的公司只被责令罚款500元 作为行政处罚 并被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新威斯敏斯特法院宣布 查封变卖该公司的所有财产 12月14日 法院会将该公司 温哥华办公室的所有财产 全部变卖 孙燕的公司从5月份开始 一直没有支付过员工工资 一些外国的临时工人 因为害怕丢掉移民身份 一直在这个公司打工 却没有领到工资 据称 孙燕与许多政界人士都有交集 包括现任总理杜鲁多 以及前任史蒂夫·哈勃 还有BC省省长简慧之 以及温哥华市长罗品信 目前由于多项起诉 导致公司市值跌至最低点 欧盟法院本周二宣布 小米在欧盟境内注册 米Pad商标 被认为利用苹果公司 名声仪式当中 小米败诉 欧盟法院认为 小米在欧盟境内申请注册米Pad 有利用苹果iPad生育之嫌 虽然本次欧盟法院的判决 并没有暂时停止 小米行为的强制力 但如果小米继续在 欧盟28个成员国当中 商品化米Pad 将会面临各成员国家 对其的法律追责 目前小米可以前往卢森堡 提起上诉 小米此前预计在 2018年的香港上市 2016年 欧盟知识产权签署的 一份公告中表示 小米与苹果在具有 冲突性质的产品上 存在重大的相似点 小米因此向欧盟法院提出诉讼 但后者本周二 拒绝取消知识产权署的决定 并称法院确定 基于已经进行的比较 两个品牌的产品与服务 具有相似性 这日产权署已经正确地得出了 公众对相关产品产生混淆的 可能性的判断 安省一名男子早先购买了彩票 并且中奖 且试图隐瞒同居伴侣 想独吞610万家元的奖金 经审查后 他被判定有一半的获得权 另外一半其同居伴侣 或通过仲裁领取 之前关于禁止这名男子 领取奖金的法院申请 是由女方提出的 根据安省博彩公司的审查 购买的彩票者 是今年46岁的一名男性 公司决定在12月30日左右 将610万家元分一半 也就是307万家元颁发给他 而备受争议的另外一半奖金 将会由涉事双方私下处理 又或者是通过 安省酒精博彩委员会 AGGO的仲裁程序解决 否则这部分款项 将在45日内从往法院 获奖男子的同居伴侣 通过律师表示 双方如果没有达成分摊协议 就要通过正式途径 来获得另一半属于自己的奖金 女方还表示 之前一直问男朋友 彩票是否中了奖 男朋友都否认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